先改一下页面的背景颜色 我打算用一个浅灰色 打开app.wxss 设置一下page的样式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background 值可以设置成警号f8f8f8 再打开首页的试图文件 pagesindex下面的index.wxml 试图页面的样式 大部分都是来自vui这个样式框架 先用一个navigator这个组件 上面添加一个media box 在上面再用一个wx4 去循环处理一下页面上的entities这个数据 在页面上我们已经请求了后段服务接口 把得到的内容列表数据 放在了页面的entities这个里面了 再添加一个wx冒号k 列表项目的这个wxk的值 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一下内容的id 来作为它的值 item下面的id item表示的就是每一次循环当前的那个项目 id就是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个属性的名字 里面包装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media box 下滑线下滑线bd 它里面是具体的内容 内容的标题放在一个view里面 上面再加上一个media box 下滑线下滑线title 它里面绑定输出的就是文章的标题 我可以先回到开发者工具去浏览一下 打开一个数据项目 它的title里面的内容就是内容的标题 具体要显示的内容是在title下面的rendered这个属性里面 我们可以绑定输出一个item title下面的rendered 标题的下面是一段描述 一个view上面加上media box 下滑线下滑线desc 回到开发者工具再去检查一下 项目里面的excerpt下面的rendered 就是文章内容的一小段描述 也就是文章的摘要内容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绑定输出一个item下面的excerpt 下面的rendered 现在小程序的首页上面就会显示一组内容列表 不过呢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项目的摘要内容里面的html标签的名字 都会显示出来